台北市長 賀文哲 八年的任期 即將到了 也即將卸任 今天上午是率了一級的局處首長 以及副市長 一共二十五位進行總辭 那不過也被問到時事議題 因為上週台北市有一所小學 因為業者的作業書師的關係 所以把搜水湯誤送了 而且就讓小朋友給喝下肚 對此 賀文哲的最新回應 帶您來聽 教育局已經有報告了 這個不應該犯的錯誤 不過我們一樣 一樣會寫檢討報告 還有該懲署的會懲署 這個還是該怎麼做又怎麼做 那柯文哲表示說 這個報告已經做出來了 那也是不該犯的錯 接下來是該怎麼做就要怎麼做 那除此之外 也被問到高鴻安的相關議題 因為現在又傳出說 他的所謂的涉貪手法 是不是曝光了呢 以及像是昨天高鴻安 被問到新竹棒球場的說 說還不能定義成是弊案 不過一直在講說新竹棒球場 有大祕寶的柯文哲 則是今天也是管家 他說沒有人說是弊案 而是說應該要先查清楚再說